今天我们要拆包的是来自一个新建的国牌 Himena的首款新品奥利维亚的房间 我和店主Nana是在美国认识的 所以这一次也非常有幸 能够拿到一个样衣依试穿的名额 包裹已经在这里了 剪刀在 好的那么这就是里面的盒子 而且 这是 这个怎么打开 不好意思我拆了这么多箱 现在还没有学会怎么拆包裹 稍等一下 然后奥利维亚的房间这一次一共是有三个颜色 有生成色 天蓝色和粉色 然后在这次样衣试穿里呢 我选择的是粉色 OK 好了那么裙子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打开就知道了 好可爱的粉色 好可爱的粉色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香囊 大家看看里面是什么 好可爱的粉色 这个是Nana给我写的一个感谢的小纸条 然后就是送了两个发饰 谢谢你 好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裙子吧 这是奥利维亚房间的设计图 背面是Himena的这个logo 好的 好的 于是裙子就是这个样子了 哇 真的感觉很精致 哦本来看布料细节图以为会是baby常用的那种点点布 但其实不是的 这个上面虽然有点点 但是那个点点上面的那个编织线没有那么突出 而且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整体上来讲 能看到有点 但是和baby那种质感不太一样 哇 好棒 真是太厉害了 印花也非常精致 我不得不说一句 觉得店主第一次出新品就选择高质量 然后价格也对于国派来讲偏高 这样一个高端路线 其实是蛮有魄力的 而且看到实物之后 我觉得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的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上升了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上升以后是什么样子吧 OK 于是这就是我为奥利维亚的房间做出的第一衫搭配 因为裙子的蕾丝细节呢 是白色 而不是生成色 所以我选择的一件同样是off white 白色的肌秀衬衫 给这个裙子增加一点华丽的公主感 头发呢和刚才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把蝴蝶结去掉换成了一个比较优雅 然后蛋糕色系的花家 后面的头发呢也是过到了一边 这样结合一件粉紫色的裙子 以及花家有一点长发副主的感觉 是白色的 是白色的 而第二身搭配呢 我选择了比较传统的lolita造型 衬衫是一件来自baby的纯白色娃娃领雪纺衬衫 增加一点可爱的感觉 除此之外呢 也将发夹在在头上 增加整体的呼应感 OK那么以上就是国牌新品 奥利维亚房间的开箱搭配和repo 总体来说 我觉得这个裙子还是非常值得一买的 不管是从设计图到选料到最后的执行结果 我觉得店主真的是有在很用心的做 虽然有人可能会觉得 对于一件国牌来讲 这个价格稍微有一点高 但是我觉得国牌并不一定就要走低价的路线 对不对 如果我们性价比能够够高的话 那么走高质量高品位 这个路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奥利维亚的房间这个系列 还有三到四天 预约就要结束了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还是希望能够支持一下我们本土的原创设计师 然后也希望国牌能够带来更多更好更可爱的小裙子 好的我是安东 谢谢大家